干脆把这个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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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漂亮 今天早上街买菜 汤主说我长得很帅 于是 于是送了我点猪皮 来表达对我的青睐 好吧 我就欣然接受它 然后咱们把猪皮 放到锅中 utilized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 稍微来点料酒 15分钟以后 咱们把猪皮给它漏住 好像煮完以后没多少 然后咱们拿冷水 把猪皮给它洗净 然后咱们拿刀 把上边这个猪皮的油脂 全部给它刮洗干净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猪皮 给它切成小细丝 我发现横着切不是很好切 把它卷起来 这样就切起来比较顺畅 顺流了 切好以后 咱们把猪皮放到凉水里边 再冲洗几遍 然后咱们给上边 稍微撒点盐 好好地把猪皮给它抓洗几遍 接下来咱们一斤猪皮 三斤水这个比例 把它放到盘中 接下来换到小一点的容器中 接下来切点这个葱姜 葱切成大段 姜稍微来点水片 然后把葱姜下里边 稍微咱们给里边来一勺盐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水 放上壁子 然后把猪皮给它放上来 然后小片 我们给它一盖 大火上馅 咱们给它蒸上两个小时 蒸差不多 猪皮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把葱姜 给它剪出来 然后咱们打几个鸡蛋 然后给它搅散 准备一朵西兰花 咱们把西兰花 给它剪成一朵一朵的 然后准备胡萝卜 给它弄点丝 煮开以后 咱们把胡萝卜丝和西兰花 给它放里边 给它焯个十几秒以后 咱们把这些给它露出 然后咱们把这个猪皮 煮好的猪皮 给它倒到这个锅中 有一些掉到锅中的 咱们给它露出 水开以后 咱们把鸡蛋 鸡蛋液给它打里边 咱们给它烧成蛋花 然后关火 然后咱们把熬好的蛋花汤 倒回到猪皮当中 还有这烫好的蔬菜 再给它加到其中 然后咱们把它搅和均匀 就跟蛋花汤一样 缺点紫菜 接下来咱们准备两个模具 两个小铁盘 咱们给它倒到小盘中 然后咱们把它放到冰箱中 冷藏两小时 然后准备点猪皮辣椒面 蒜末白芝麻 给里边烹一点点生抽 老抽 一小勺花椒粉 蚝油 然后咱们给它浇上滚烫的热油 把筷子搅匀 烹点香醋 然后咱们给里边放点香菜 此时咱们的皮冻也OK了 接下来咱们给它切一下 干脆把这个 漂亮漂亮漂亮 我都有点不忍心吃它了 可能因为时间问题 中间还是凝固的 凝固的不是特别好 先给它切上一半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然后咱们咱们给里边拧掉这个 茜汁 好像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 这个皮冻啊 多少有 叶叶 多少有点辣 来咱们尝尝这个味道 嗯 味道这一块来说 味道这一块来说没得说 还比较爽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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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还剩一个肘子 本来打算留给我媳妇的 她点了外卖了 哇 哇 嗯 哇 直接抱着肯是不是有乳斯文啊 好吧 但我喜欢这种 状态 哇 有点脱骨啊 用这个肘子蘸一下这个汤料 哇 哇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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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上边倒点肘子汤 超级舒爽 突然决定试一下 拿熟子 拿熟子吃饭的快乐 吃饭 吃饭 然后咱们来点蔬菜皮冻 蘸一下蘸料 有点松散 但是我总结了经验了 下次一定成功 过两天我再做一次 我可以做到一杯 就像不太太 我可以做到一个味道 太长了 我希望能做到一杯 但是我做到最后一位 我下午就会做这一杯 我下午就会做了一杯 我下午就会做一杯 就会做一杯 我下午就会做的 我下午就会做一杯 有点想要做一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